Hello 大家好 大家2024新年快樂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如何把你寫好的Grathopper程式 在不開啟Grathopper的情況下 讓別人來使用你寫好的功能 要達到這種效果的話 我們有兩種方式可以來達成 第一個方式就是透過Grathopper Player 我們只要執行Grathopper Player 然後開啟這個寫好的.Grathopper 那它就可以執行這個寫好的功能 第二個方式呢 是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寫成一個Rhino的指令 那其他使用者只要打你這個寫好的指令 他一樣就可以在Rhino執行這個寫好的功能 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教學吧 首先這邊有一個未經預寫好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在做的事情也很簡單 我們這邊有一個數量可以讓使用者來輸入 使用者輸入之後呢 我們在這邊就會產生一個1到這個數量的數列 舉例來說 這邊可能就會產生1到10的這個數列 那我們就把這個1到10變成是一個圖層的名稱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這邊把這個1到10的圖層呢 就隨機給它一個顏色 那最後我們可以透過 這一樣是Rhino 8的新的節點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Content Cache 直接把它Push到Rhino的這個界面裡面 所以它就會直接產生圖層 那我們來示範看看 例如我現在直接按下Push 它就會產生1到10的這些圖層 程式本身十分簡單 那我們需要稍微改寫一下 讓它變成GraceHub Player可以認得的這個程式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改一下我們的Input 那這邊呢 是我們希望讓使用者可以輸入的這個數字 那我們就假設這邊需要讓使用者Input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Param底下 我們去找到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而且是一個整數 所以呢 我們去找到一個這個GetInteger的這個節點 那我們把它放過來 那放過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用它去取代掉它 所以呢我們可以按住Ctrl Shift 把這些節點拖到它的右側 好 那 原本這個時呢 我們其實可以保留 把它接進來 接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當成這個 我們GetInteger的預設值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例如說我在這個節點上面按右鍵 然後呢 這邊有個Prompt 我們可以提示使用者在這邊需要輸入什麼 好 那我們就來打我們的提示詞 例如說這邊就是 輸入要產生圖層的數量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還有什麼可以輸入 接著一樣按右鍵 這邊你可以設定就是最少或最多 要讓使用者可以輸入幾個值 那我們這邊 預設就是只會讓它輸入一個值 所以AtList跟AtMost 我們都輸入1 那這邊呢 你可以設定就是這個值的最小值 跟最大值的範圍 那我們希望讓它最小值就是1 那我們讓最大值到30 不希望讓它產生太多 所以我們就設30 好 那我們這邊的Input就輸入完成 接著呢 我們要來產生Output 那原本這邊呢 我們是用一個這個Content Cache 然後來打到一個類似Bake的效果 那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先把它刪掉 我們要用另外一個Output的方式來取代 在這邊呢 我們找到ContextBake的這個節點 然後把它放過來 那在這邊呢 簡單來說就是你把你的成果 最後放到這個ContextBake 那在這個程式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結果 推送到我們的Rhinode裡面 所以呢 我就把我剛剛的這個結果 就是新產生的Layer 接到Content上面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這個程式的改寫 開寫完之後呢 我可以先對這個GraceHub的程式做一個存檔 那我來直接另存 我把它存在我的桌面 那我現在就把它叫做 AddLayerByNumber這個名稱 那我就按存檔 好 那因為我原本就已經預存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覆蓋掉它 存檔完成後呢 我們可以直接到這個Rhinode的介面底下 那我們就來直接執行GraceHopperPlayer 我們打開GraceHopperPlayer 找到我們剛剛存在桌面的這個.gh檔案 那我們按開啟 開啟後呢 這邊就會出現我們剛剛輸入的提示詞 跟它的這個預設數量 那我們稍微改寫一下 例如說我把它改成12 那我們按Enter 好 那這邊就會出現1到12的圖層 上面呢就是用GraceHopperPlayer 來執行的方式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教各位 怎麼把它寫成Rhinode的指令 那首先呢我們要到上面Tools這邊 然後我們去找到Script 接著按一下Edit 好 那它這邊就會開啟這個 Script Editor的這個介面 那在這個介面底下呢 首先我們需要先產生一個新的Project 那我們在File去找到Create Project 那我們先把這個Project取一個名稱 接著按存檔 好那這邊呢我們可以針對這個Project做一些設定 然後我這邊都先保留它的預設值 所以我就按Save 接著呢在我們的這個開發的外掛底下呢 我們其實有幾種不同的東西可以輸入 例如說 comment就是你可以把你寫好的程式變成是Rhinode的指令 那這個下面這個component呢 就是它也可以把它變成是這個Grace Harper的一個一個的節點 好那我們因為等一下是要把它變成指令 所以呢我們就透過這個comment 那我們在comment上面按右鍵 那它有四種的形式可以輸入 就是你的comment可以是由Grace Harper的檔案而來 或是你可以寫成C sharp 你也可以寫成Python2 或是Python3的這種程式 那我們剛剛寫的是Grace Harper 所以呢我們選擇第一個 好那我們就找到我們剛剛寫好的這個.gh檔 把它按開啟 開啟後呢這邊它會開啟Grace Harper的介面 我們可以不用管它先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呢我這邊就多了一個這個 AddLayerByNumber的這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因為我剛剛的名稱取的是英文 那這個英文的檔名就會直接變成是這個指令的名稱 那如果你想要修改這個名稱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按上面的這個Edit 就是假設你不想要它叫這個名稱的話 我們可以去修改它 那我們也可以給它一個這個圖示 那例如說我就用這個Edit icon 隨意給它一個圖示 那我們就隨便畫一個方形 兩個好了 好 任意的一個圖示丟給它 按OK 好那這個指令呢它也會有一個圖示 就是我除了可以這個用指令輸入外呢 它等一下也可以產生一個這個按鈕 那我們就按OK 完成之後呢我們先來針對這個Project做存檔 所以我按SafeCurrentProject 那接著呢我們必須把這個Project 然後把它做Build 就是變成是一個RINO的外掛 那它在上面這邊有一個Publish的指令 我們按下Publish 那這邊呢你可以針對你的這個外掛程式做一些設定 譬如說你可以設定你的這個版本 譬如說我是0.0 0.1.1 然後呢譬如說有沒有你的作者是哪位 那這邊我就盡量不去做太多的設定 那最後這邊的Build Path呢 它會先去找你預設Project的路徑 那像我們剛剛的路徑是在桌面底下 那它就會在這個桌面底下 產生一個Build的這個資料夾 然後它會把外掛相關的東西 全部丟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好那在做這個Build的動作之前呢 要先確保你是有這個網路連線的 因為它會幫你下載你需要的一些套件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按Build 好到這邊為止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外掛的建立 好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RINO的介面 然後我們到我們剛剛的桌面底下去 就可以看到剛剛我們建立的這個Build的資料夾 那我們開啟它 那因為我們剛剛在設定的時候 我們是選擇這個RINO 8.0 所以它這邊也會有這個不同的版本 點進去之後呢 它又產生了幾個不同的檔案 那這個RHP呢 就是我們的外掛檔 那RUI是因為我們剛剛有設定這個圖示 所以它也會直接幫你產生一個相對應的這個介面 那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檔案選起來呢 直接拖曳到我們RINO的這個程式裡面 好那拖進來之後呢 這邊它就會產生一個這個托把 那托把裡面就有剛剛寫好的這個指令的按鈕 好那我們可以先利用這個指令按鈕來執行看看 先點它一下 好那它就會執行跟剛剛一樣的指令 先出現提示詞 那這次我就直接用它預設值 那預設值的話就不需要做任何的輸入 我直接按Enter就可以 好它就會產生這個10個介面 那除了用按鈕去產生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打指令 例如說我的指令就是add layer 有沒有在這個地方 那我在RINO裡面就已經把這個指令內牽到RINO裡面 所以我就直接輸入這個指令 那這一次我們輸入大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最大值設30 所以呢我們這次打50看看 好它就會提示你說這個值大於我們剛剛輸入的30 所以沒有辦法 那這時候我們再改成輸入30 好那它就產生了1到30的圖層 然後呢給它不同的顏色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所有教學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到這邊囉 謝謝掰掰